HELLO 各位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4月14号礼拜二 欢迎收看今天的股民当家 我是李欧 台北股市今天再度大涨233点 我想今天很多投资朋友都感到非常的压抑 竟然今天台北股市会大涨 而且大涨233点 很多投资朋友早在这两个礼拜 他都看得非常的悲观 所以今天的大涨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 可以说是错失掉整个行情了 但是对我们而言呢 我们一直不断告诉大家 就算这个盘会震大 开始横盘整理 甚至于有可能小幅度拉回 但是我们要做一件事情是什么 价值投资嘛 来给我这支摸画面 我说什么 价值投资才是王道 你不要每天去幻想说 这个盘到底会涨到哪里 就准备要崩了 因为这个地方 全世界都在救经济 全世界政府都在做同样的事情 好 但是很多人就一直不断在这里 告诉你说盘要崩了 恐吓你说这个地方 它会跌很多 实际上 这个都是多余的 为什么呢 我们只要找到好的公司 已经被低估了 因为经过3600点的修正了嘛 去年赚很多 今年会发很多鼓励的 而且这个本益比很低的 这样子的公司 基本上它是有投资价值的 重点是我们挑选给大家的标的是什么 是三月份营收还有办法创新高 大成长的公司 代表什么事情 代表说它不受疫情的影响 不受疫情影响 甚至于有些它还是受惠于疫情 而且业绩后面会水涨船高 甚至于订单满到年底 今天就要跟大家报告 有一档标的 我们家族成员持有的标的 它的订单是满到年底的 好 你要想说现在很多公司 这个失业嘛 甚至于说裁员减薪 怎么会有公司 它订单满到年底呢 好 我们等一下跟大家介绍 不过先在介绍之前 先跟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 哇不得了 今天台湾零确诊 疫情延烧37天以来 首见第一次零确诊 连这个境外移入的完全没有 那目前看起来 我们的病例是393 从这个数据我们可以知道 其实我们台湾疫情 这个第一波守住了 哇第二波清明廉价 大家吓坏了 这个哇各大景点好多人 终于我们看起来也守住了 我真的要感谢我们这个全台湾 辛苦的这个医疗人员 好 那我们看到这个地方 其实不止台湾 包含像意大利 包含像西班牙 他们的新增确诊人数 每天新增确诊人数 是持续不断的在往下滑 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只要封城 保持社交距离 这个疫情 它是可以被逐渐控制的 但是最终 最终其实 解决知道 除了解药以外 我们先跟大家报告过 瑞德西韦 今天就不多讲了 好 那再来疫苗 疫苗是终极手段 为什么 你要让健康的人 让健康的人都有免疫力 所以疫苗现在70个多个国家里面 很多国家是在通力合作研究 那我相信这个疫苗很快也会出现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 过去的一两周时间 我跟大家报告 尤其是这一个礼拜 我说这礼拜最重要了 为什么 因为这礼拜 我们的这个大盘的日线 KD指败已经来到高档了 昨天是跌59点 他在进行一个震荡整理当中 可是我一直不断告诉大家 震荡当中要找机会 为什么 虽然日线在高档 整个大盘反弹 已经超过了1700点 1723点 但是 你看周线架构 周线架构 他是在低档 周KD指标是在低档 他不是在高档 所以一个高一个低 他会震荡 但是还没有正式的一个震荡 结束之后呢 搞不好他又往上走 就像今天一样 今天大家也没有意料说会涨这么多 但是他就涨这么多啦 也就是说 他横盘整理的时间差不多了 周KD又在低档 他又开始往上做一个走高 所以如果你预设立场 比如说这个地方 你看今天涨233点 有没有他是突破了横盘区间 我本来想说他应该会震荡整理久一点 没想到今天就直接来一个突破的中藏宏KBAR 好那当然很多人啊 很多人在猜啦 这个是大盘的周线图嘛 很多人在猜说这个盘 他可能会就形成一个W底 那有人说是一个U型底 当然有更积极的 他认为说这是一个V字型的大反转 可能直接上看1万2 甚至上看更多 当然我们的看法是说 这个盘最终不管是什么样子的形态 我们认为他都要往上走 因为我们提过好多次嘛 说当疫情好转 当疫情受到控制 新药加疫苗 加上现在全球政府的无限QE 最终所有的师徒 都会被收复 还记得吧 我们一直不断的跟大家这样报告 方向最后方向 我的看法都是往上走的 当然有些人他认为要崩了嘛 认为说这个反弹完就是要崩 可是至少现阶段 最少现阶段来看 周KD在低档啊 你要崩去哪里 好那你对照我们左手边这个地方 周KD一样在低档 当时这个盘 哇一反弹就不得了 反弹完之后 他上面稍微震荡一下 后面又再走一大段 今年11月份 美国总统川普 他还要连任选总统 这个地方还记不记得 我们今天早报跟大家讲 我说什么 川普他讲 这个不惜一切代价 他说什么 旧经济啊 所以他才急着 最近一直在吵嘛 吵说5月份 他想要复工 能不能复工 他说是他的权限嘛 好那再来 我们先不管这个国际的讯息 我们4月8号 跟大家分享 我说武汉解封 他要做一件事情 拼经济 武汉4月8号正式解封 他要做的事情是拼经济 我说盘震荡会震荡 也许是横向 也许是快速拉回 不管 但震荡不是给你空的 为什么我当时有讲 震荡不是给你空 因为他震荡震荡之后 他不一定是快速下跌 他有可能是横盘拖时间 就把指标修正到低档嘛 结果他才横盘整理3天4天 他今天一个人长得OK吧 你看空的全部都挂了 全部都拜拜了嘛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一直不断强调 我说发现新价值 震荡当中你要把握机会 没错嘛 哪些标的 昨天在节目里面 还特别的提醒大家 我说其实有很多好股票 他的长线机体都相当的低 比如像8046的南电 刚刚转亏为盈 中国全力拼经济 我说这个中国全力拼经济 他拼什么 透过5G来拼 南电他抢的就是5G 新基础建设的商机 结果今天南电 直接攻上掌停板 开盘还开小高 震荡一下 后面直接拉上掌停板 还锁住锁2289张 好了像爱普 爱普我们3月26号 家族成员就买进了 而且是所有家族成员都有买 当时爱普 我就说他是力望第二 为什么当时我没有直接公开讲 我们说爱普是力望第二 为什么 因为他要转型成IP商 IP商就是类似像力望 像M31一样 授权给这个晶圆公司 安息设计公司 好 他现在最新今天才出来讯息 4月14号礼拜二 跟台积电合作 要开发高频整合晶片 这个DRAM的高频整合晶片 今天直接攻上掌停板 所以类似像这样标的 其实好的公司 你不要说 他之前会涨这么凶 那你觉得说 他这一波回下来了 那你就觉得说 这个上面掏扰的人很多 可是实际上 这家公司 如果他跟台积电的合作 假设 我说假设真的成功了 他真的转型成为 一个IP的授权公司 那后面的涨幅 可能就相当相当惊人 他变成说 他的获利会非常非常稳定 所以今天 他直接攻上掌停板 那当然有一部分 是因为今天的新闻讯息 好 那再来 4月1号 清明年假前 我们怎么跟大家报告的 我跟所有家务成员都说 我说这个口罩 来帮我放大这个画面 我说我给全部的成员 我说这个清明年假前 大盘就是小长小叠 横盘整理 那大家都是当冲为主 可是我说值得留意的是 俄温腔 MCU微控制器 口罩股 3月份的业绩即将公布 在4月1号 4月1号清明年假前 我跟你讲说 其他的公司业绩怎么样 我们不确定 但是我唯一可以非常非常肯定的 就是这三个族群 而温腔 MCU微控制器跟口罩 业绩一定会大幅度的大爆发 我们全部的家族成员都有收到这一则讯息 我还特别点名 松翰 鸿康 豪展 热印 热印很大 今天是4月14号 给我这字幕画面 你有没有发现 我刚刚讲的这5只股票 其实在隔一天 就清明年假回来 这几只股票里面 4档涨停板 5档有4档涨停板 到目前为止 这些股票表现都相当相当强劲 那我今天特别跟大家讲热印 你看4月1号热印 52.7到今天78.2 你看8天 短短8天 价差是25.5元 有没有非常强势 很多投资们觉得说 前面涨那么多了 那后面他可能就不动 甚至于认为说 这个防疫概念股 后面一定会跌 什么跌多残 什么各种恐慌言论都有 可是实际上 今天你看短短8天 今天又创波段新高 今天来到78.2 你仔细观察一下热印 热印的业绩 2月份跟3月份 来给我这个画面放大 热印上面这个蓝色这条线 是这个热印的 它的今年度的一个营收 1 2 3月份 2月份就已经创新高了 3月份又再创新高 你有发现2月份的业绩 比这个1月份的业绩 大幅度的成长91% 3月份又比2月份成长63% 那跟同期相比 3月份跟去年同期相比 成长两倍多 238% 但是你看它很厉害 它从2月份开始就大幅成长200%了 这个地方 你还记不记得 你要知道那个原理 这个额温枪 不然像口罩 其实台湾都是禁止出口的 可是额温枪在4月份开始正式可以出口 那热印 你有没有发现 热印它的业绩特别好 它是来自于台湾的订单 来自台湾订单 它没有出口 它就直接卖 在台湾买 好 所以它2月份开始 尤其是3月份 业绩就大爆发了嘛 从1.2亿跳到2亿以上 好 那未来业绩会不会更好 非常有可能 非常有可能 来各自这么画面 接下来业绩可预期的还会很好 为什么 即使中国解封了 即使欧美各国 未来陆陆续续有机会解封 大家开始上班 开始工作 我跟你讲 额温枪还要不要 一定还要啊 那口罩要不要 也还要啊 并不可能因为解封之后 你开始复工 你就不戴口罩 你就不用额温枪 这个大家记住 那再来呢 我们看好展 来帮我放大这画面 同时间好展也做额温枪的 可是好展 他是帮德国百灵牌 这个全球最大的代工王嘛 但是为什么 你看这个好展 二月份业绩特别烂 只有4000万 三月份才大幅跳升 来到1.1亿 你看三月份的业绩越增 比二月份大幅成长167% 跟去年同期成长15%而已 二月份怎么那么烂 为什么 来给我资模画面 为什么他二月份的业绩特别烂 因为好展的工厂 在大陆嘛 二月份停工嘛 三月份复工嘛 既然三月份复工了 好 那当然三月份业绩就出来了嘛 那这个限制出口 对他而言有影响吗 其实没有影响 为什么 因为他的工厂在大陆 所以他只要复工之后 可以开始大量生产 他就直接出到全世界各地了 好 当然现在额温枪的部分 是已经没有管制出口了 所以我们看到热印跟好展 接下来他的业绩都会水涨船高 可是你看好展 他主要代工客户是德国百灵牌 德国人工作他是非常细心非常仔细的 你有办法接到德国的订单 那就代表说他的技术水平 技术水平技术的品质 来到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水准嘛 因为额温枪 其实有些人说额温枪不准 其实不是不准 是测量方式也有关系 因为这个红外线跟你的靠近额头的远近 你测量会有误差 所以额温枪的精度相当相当的重要嘛 好 所以好展他的产品品质绝对没有问题 因为他可以接到德国百银牌订单 好 那为什么这个地方 你会觉得说好展 热印 你刚才看一下热印 热印涨翻天了 你看他的走法涨到外害空去了 今天还创新高 那为什么好展的走法 怎么感觉上很牛步很温吞 好最主要就是因为他2月份有停工 3月份业绩才爆发 那其他投资人他看到热印 他觉得非常好 可是他不知道 其实好展的业绩相当相当好 为什么 这个地方我先讲 4月13号 我们就进场 我们请这个礼拜一毛 我们请我们加入成员进场做埋进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因为当时没什么动 今天早上 我再请加入成员进场做埋进 再早上开盘 这个帮我把画面放大 是在这个9.08分 再次进场 好 我跟你讲说 接下来业绩会大幅攀升 4月起 好 给我这个字幕画面 今天买进之后 直接拉到最高涨9% 好 为什么他的业绩会大幅攀升呢 其实这个地方 其实这个地方 好 我有打电话给公司 我有询问一下 请他们解释 为什么这个地方 他的业绩差异会这么大 为什么 为什么人家热印可以碰成这样子 为什么好展 没有办法这样大涨 当然他们自己也觉得很奇怪 实际上我就问他说 那你们的产业前景 你们对于下半年的展望 订单的状况是如何呢 他说非常满 满到年底 满到年底 他给我的用词是满到年底 全世界各国 接下来欧美各国 解封还是需要额温枪 而且他们是全力的加班 在做生产的动作 好了 各位投资朋友 你还没有注意到 还没有留意到 这个好展 搞不好 接下来好展就像热印一样 开始喷 因为4月份 因为他现在复工 4月份业绩就会很明显成长 接下来5月6月7月 订单是排到满满满的状况 所以今天 你会发现今天这个热印盘中 因为他创新高 他增长很多了 反正大家没有注意到好展 我认为好展接下来 他也会跟热印一样 非常非常的凶悍 你看今天热印涨多了之后 他拉回 拉回就尾盘又往上拉 收盘又收涨8.9 可是你看好展 好展一度 本来被他拖累 但是他至少没有打到平盘附近 收盘还涨7.2% 我相信接下来 会有越来越多人 就是关注到好展这只股票 好 那再来呢 比如说像这个4月8号 上礼拜 我们分享很多好股票 我们说这个很炫的股票 我们买这一只 就当天攻上涨停板 这只是什么 我们今天直接跟大家公开 今天这个就顶炫 我们今天在Telegram里面 有跟大家分享 我说好的公司 好的股票 什么叫好公司 好股票 价值投资 第一个你要发高股利 连续三年 这家公司都发 这个三个股本 配起超过五块 那再来呢 本益比很低 股价经过修正 大幅度的修正之后 去年大赚8.14元 股价才八字头 你自己算今天的本益比 本益比才9.4倍 没错吧 低本益比又发高股利 有没有 连续三年都配发上股本 结果呢 股价还在低档 刚刚起涨而已嘛 虽然股性比较冷 虽然成交量比较小一点 但是我相信 接下来市场认同他的时候 成交量一定会放大 而且你现在 这个大盘涨1700点 加上今天200点 涨快2000点了 这个地方 还有像这样子股票 在波段低档的 说实在真的也不多 今天涨5% 今天涨5% 好 那还有这一档优群 3月16号 我们竟然买进 当时大盘没落底 还没有到8523 后面又跌了好几百点 他领先大盘落底 3月16号我们经常买进 3月25号 那一天长黑可以蹭跌 我们再加码 今天又偷偷拉尾盘了 今天涨盘整理嘛 我就在等啊 等他能不能拉回多一点 整理多一点 我们在经常做买进嘛 结果今天又拉尾盘 算啦 反正我们本来手上就还有这档股票 这档股票 其实法人又注意到 这个今年的获利表现相当的不错 相当的不错 而且你至于看他的这个三绿三升 这个营业毛利率 税后净利率 这个表现都相当的不错 好那再来呢 我们一直不断强调盘 没有问题 不管是什么路径 不管是V转U转 还是W底最终疫情好转 那这个地方 他就是要往上走 好所以重点不是说 你在这个地方摸头啊 就是想说到底会跌到哪里 重点是行情有震荡 像今天他直接没有震荡 直接涨200点 几乎一大堆股票通通都来了嘛 没有买的甚至放空的 空单就完蛋了啊 所以 锁定我们的这个股民当家的群组 我们告诉大家哪些股票 有没有它是低本益比 而且是高配息 重点是产业的趋势跟前景向上 未来会有订单 不受疫情影响 业绩一直要往上走高嘛 所以价值投资才是我们所要做的 这才是王道嘛 好那当然4月份最重要两件事情 我们一直不断跟大家讲 4月份关注焦点是什么 第一个美国疫情嘛 看起来有慢慢有在趋缓 第二个减产石油减产 看起来川普在暗示 有可能减产2000万桶 虽然现在是970 搞不好他有什么特别的消息 也不一定哦 好所以这个地方我想 当这两件事情 疫情跟油价都能够开始 慢慢的往正确道路前进之后呢 无限QE印钞票 这个货币政策财政政策 经济的振兴方案 全部都能够开始发挥 它的效果之后呢 我想整个股市一定会朝正向的 这个方向去做一个发展的 好的那以上就提供给 各位投资朋友追个参考了 也欢迎投资朋友 持续锁定股民当价 赖群主还有盘中即时讯息 我们会放在Telegram里面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本公司以往这七效不保险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券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选承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